2月24日,洛杉矶郡郡长凯瑟琳·巴格与洛杉矶郡公共卫生部主任巴巴拉·费雷尔召开媒体圆桌会议,提供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信息。 会议围绕如何防止病毒传播、防止假消息、误导信息传播两点展开。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出席会议并讲话。 盛盖博士市长补军毅、市议员廖清禾、杜亚迪市市议员康家琛、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彦涛、中华会馆主席廖美华、前主席张自豪、华兴保险总裁张国兴、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元、著名律师郑博人、著名律师杜惠利等出席会议。 洛杉矶郡郡长凯瑟琳·巴格首先感谢洛杉矶郡卫生公共部部长巴巴拉·费雷尔。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及在场各位的到来。 他表示,虽然新冠状病毒对洛杉矶郡的学校、企业及旅游业造成了一定影响,但希望社区能够知道郡政府正在多方面合作,努力确保大家的安全。 目前,在洛杉矶郡公众感染新冠状病毒的风险仍然很低,要阻止错误信息的传递,来平息不必要的恐慌。 支持社区经济发展,特别是华人社区的零售业。 他感谢美国英龙传媒向社区报道的正面信息,并希望有更多的媒体可以向公众传播正能量,避免错误引导,避免社区恐慌。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部主任费雷尔博士谈到了该病毒的现状,以及公共卫生部为保护居民和预防疾病传播所做的努力。 费雷尔博士重点介绍了多种语言,包括中文的信息材料、视频和更新,以帮助卫生专业人员、学校管理人员、民选官员和社区领导人与公众进行交流。 中国驻洛杉矶总理事馆总理事张平表示, 洛杉矶郡召开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最新信息会议非常及时,可以让大家正确看待当前的疫情。 特别是在目前,洛杉矶郡还没有出现病毒人传人的情况下,社区应保持镇静的状态,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,同时保证社区经济的发展, 避免应对疫情的恐慌而导致的不去餐馆用餐,不去商场购物。 张平介绍,目前,洛杉矶郡范围内只有一例感染病例,而且患者恢复良好,所以社区民众不必过于紧张和恐慌。 那么现在的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关切就是,因为大家都有点担心吧,所以就不大愿意去餐馆吃饭,也不愿意到商场。 我觉得这种担心也许是有点,怎么说呢,就是不太必要吧,就至少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。 因为洛杉矶郡的话,目前确认的病例也只有一例,而且这个人的话恢复得也非常的好。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桥界来说,没有必要,过度紧张,过度恐慌。 城市卫视记者,洛杉矶报道。